這一集終於到新疆了 要去世界文化遺產 天生天池 傳說中的天生雪蓮 是否真的存在呢 可以提供一下他 靜海神針有資訊逃避 雪蓮也有 如果走上山找天生雪蓮 真的很神心 還有一定要去的大巴澤 好吃、好走、遊、好玩 他亦有新疆之窗的美譽 而對當地人來說 這裡就是他們的百貨公司 靜海、公司 烏魯木齊的意思是美麗的牧場 其實以前絲綢之路 很多商人會帶他們的牛馬羊 或者駱駝來到這裡 不過現在 它已經是新疆發展得最快的城市之一 所以才多了這麼多現代化的建築 烏魯木齊是新疆的首府 也是西北地區的第二大城 有漢族、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等 四十多個民族住在這裡 也是因為這樣集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 和風俗習慣 而且烏魯木齊位於天山的覆面 它的天然景觀也吸引了大批遊客 就算多遠都要來到這裡 來到烏魯木齊 有個地標性的地方一定要去 就是這裡 亞洲大陸地理中心 它是位於永峰鎮的永生村 距離市區大約三十公里左右 在1992年7月 有一群地理學家 經過科學實測知道 這裡是整個亞洲大陸的中心點 亞洲大陸地理中心的亞森塔 以Asia的第一個字母A 為塔體的造型 亦是寓意著亞洲之心 而北大門就以紅鷹展翅的架構 去陳列著亞洲四十九個特定形象的雕塑 表示多元文明的共存 而亞洲地理中心距離海洋最遠 這麼特殊的地理位置 以及濃厚的歷史文化 令它成為其中一個 烏魯木齊重點開發的旅遊區 不過除此之外 烏魯木齊還有很多一定要去的景點 新疆烏魯木齊 現在的天理是零下三度 舒服 但我最期待的是見到落雪 我們剛剛到埠了 未見到落雪 希望接下來會見到 來到烏魯木齊一定要來它的市集 在維吾爾族語裡面 市集或者龍某市場 其實都叫做巴澤 而我們身處國際大巴澤 在2003年的時候落成的 是世界第二大的巴澤 它的建築面積有大約十萬平方米 而同時它也有新疆之窗的美譽 因為很多人都是透過國際大巴澤 而看到新疆和來到新疆這裡 而對於當地人來說 這裡就是他們的百貨公司 要些什麼就有些什麼 哇 這裡這麼大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走好 來到新疆當然要試它的廊 是當地人的特色美食 他們據聞可以一天三餐 都是吃這個廊 如果冷一點的時候 它們就比較韌一點 但剛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很好吃 吃到口感其實有點像 披薩的皮 但它沒有任何餡 只有一些香料和芝麻香 其實這樣看一看 這裡有點像廟街 香港的廟街 其實它跟我想像中的巴澤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那些巴澤都是搭棚 跟著可能會買很多沙煲鰻餐 這裡都會見到沙煲鰻餐 或者見到一些當地居民生活 會用到的東西 但它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環境裡面 可能是因為遊客真的多了 也都多了來這裡 令到他們的生活好了 也都有一個好一點的裝修 去買一些當地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就跟香港有一點像 而香港以前的街市 大家感覺都是可能貼地一點 沒有那麼分類分得清楚 或者是很逼勁的 但是現在香港也多了很多 新型的街市 分區分得清楚了 條路闊了 那些東西乾淨了 所以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發展的好處來的 我就奇怪 為甚麼在這裡附近 都會見到很多賣撞紅花的店 因為明明它是伊朗的特產 但是我想深一策 它可能受它的歷史影響 因為以前這裡是絲綢之路 不同國家的人 特別是中東那邊 都會拿著他們的貨物來這裡賣 所以可能令到這裡的特色 就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特產 你都可以在這裡見到 他說對於血管很好 可以行氣活血 亦都可以幫助軟化我們的血管 那還要說 每天其實三至四支 就是這麼小一支 他用一點點沖水喝 已經可以喝到一整天了 但是它賣了 我看到它這麼大罐的賣 可能買一罐我已經喝到三十歲了 這裡果然是遊客區 對我這一類的遊客 他們都很慷慨 先給我試茶 還有很多都給我特大的優惠 譬如它這個寫 1898最好的品質 它說它開張優惠 即是第一張單單算日的 給我五十元就OK了 但是我試一下這個 是否真的喝完之下暖和行氣活血 雖然老闆娘很熱情 而且很想我成為她今天第一個客人 帶來這些遊客區 當然是價價先的 它每一個地方 都有很多這支 我在新疆大巴澤等你 北到哪裡 未算去過新疆 甚至乎她把很多狼狼 弄成巨大化 讓一些年輕人去打卡拍照 可能是想這個城市 更加有活力 和更加年輕 所以就有很多這些打卡的位置 讓我還是先拍照 我在新疆大巴澤等大家 我們接下來就要去和牧亞 阿拉塔這些地方 那裡現在大約是-15多左右 所以我一定要做好準備 讓耳朵千萬不要動 老闆你好 你好 對 有甚麼當地保暖推薦的帽子 你戴的 對,我戴,你覺得我適合哪一個 這些有美的 我以前有馬尾 現在沒有了,馬上留一條 看看鏡子 戴這頂過去會嚇到動物嗎 還是動物會當我是朋友 好看就好看 但它好像不太嫩 我就看看有否再嫩一點的選擇 這陣子有夠暖的 有像熊嗎 這頂帶了就算是熊人來找我也不害怕 這頂帶了像是狼嗎 還有尾巴 還是它看到尾巴 會以為我們狼真的會反而追著我 這頂很厲害 這頂熊見到我沒事 但山上會不會有牛呢 如果有牛的話 我就糟糕了 紅當當 而且這個很像戰法 吃我… 這個有空韻一點嗎 不看它也能撞到嗎 帶了這頂,整個人都自信了 牠咬我,不害怕 我撞了 我要這兩頂,能賠多少 兩頂三百 三百,三百至一百 但是這頂剛剛說好是八十八塊 是的 兩百塊,大概怎樣 兩百八嗎 對 兩百塊還怎樣 老闆,兩百塊 兩百四 兩百四 好,兩百四 可以 不好意思 這個我已經給錢了 這個沒有 這個你開始留著 這裡有 那裡有另外一個顏色的 哪一種顏色 在地上嗎 你可以試一下 你們哪裡來的 江蘇來的 江蘇來的嗎 這好適合你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顏色 還要適合你 我幫你們拿著拍一下 這個顏色更深 兩百塊,圓一下 不然你砍價了 砍到一百塊 小朋友 我小朋友 小朋友戴這個 她一定很開心 我是老太太 她是小姑娘 小姑娘 你不是 你也是姑娘 你也是姑娘 不會長話 還跟我情侶裝 我是黑色的 我是黑色的 好… 我可以一起戴 那個一百塊可以了 是嗎 怎麼樣 我的可以更賠一點 待會兒 待會兒 握手 我已經幫你打成了 這裡 來吧… 掃碼 掃碼 憑著我的三寸不難之洩 和這麼誠懇的樣子 就完成了我第一筆生意 還跟老闆和姐姐 堅立了友情 新朋友GETO 出發之前 還擔心一個人去旅行 會不會孤單寂寞和凍 看來我真的想多了 旅行絕對不會無聊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遇到什麼人 誰會猜到 我只是靠說的 都認識到朋友